很多人告訴我 蒙面超人好看 我告訴你蒙面超人是壞人 為什麼 他專門打奴隸獸 奴隸是最基層的勞動人民 最偉大的無產階級 你打奴隸獸 還不是地主走狗 但是 那個彩虹化身俠也不是好分子 他變身變來變去 他堅持不了自己身份 修正主義 但是各位最壞是誰知不知道 最壞是三一萬能合 你經常三個合在一個做什麼 你還不是搞一小撮人 所以 在我每天看那麼多的日本卡通片之中 我只是推薦大家看飄零宴 是一個好的啟示 就是大家想想 一個無父無母的女孩子 多可憐 但是這種情況只會在外國發生 在祖國 無父無母有黨照顧你 爹親娘親不及無主席親 但最重要的是爹娘會犯錯 無主席不會 爹娘會失業 無主席不會 4 4 6 谢谢大家